Lun Sang 市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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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收看的是 灿熱時光 揮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仲 響 灿熱時光 揮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還有公民行動 影紀錄資料庫 我们联合直播的网路视频节目 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 PNN的网站会直播之后 会在公库以及PNN网站 我们会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想这个节目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跟大家讨论的是 在台湾社会运动议题 我们在媒体上面 看到是一个冲突 或者是一种彼此叫嚣对立的 这样的一种情形 可是更重要的是说 任何的议题的本身背后 恐怕都有更重要的政策问题 社会结构路问题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关切 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大家谈的 也是在这一阵子非常重要 也是很大争议跟讨论的 有关于台化的七天共生产 南媒执照的这个 没有办法被展延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体上面 不管是在公库 或是在PNN网站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从9月份事实上更早 我们就可以就有一些医生就起来 要来反对这个核发这个蓝媒的许可 那在9月18号的时候 彰化也破天荒的发起了 将近有三四千人的这个大游行 县政府其实也回应了 这个社会的需要 也不予于这个展延 不予于这个核发这个许可 但是呢 其实台化的员工 或者是台化相关的协力厂商 以及台化本身 对这样一个政策的决定 是非常非常的火大 所以员工们也起来抗议 然后甚至爆发了流血的冲突 那看起来是包括县政府 包括台化员工 台化工厂 以及跟民众环保团体之间的 一种所谓的角力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深刻的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在节目里头跟他邀请到的是 中兴大学的教授庄秉杰 庄老师 庄老师你好 对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兴大学庄秉杰 我想一开始我先请教一下 庄老师就是台化这个工厂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他可能是在做有关于化工 相关像塑胶啊 或者是纺织等等的这种工厂 那为什么他会有一个气垫工生产 然后这个气垫工厂是蓝煤 并且他已经也在提供这个台电的 这个所谓的电药 电力的这个所谓使用了 对那就是说像刚刚讲说 像纺织啊 这些制程它都需要一点蒸汽 那把它把这些制程里面把它加热 对所以很多的这些纺织厂 它大概都有会产生蒸汽的一个工厂 那气垫工厂由来应该是在 差不多10年前20年前 那时候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 这个核四的问题 那很多的民间环保团体 为因应说如果可以核四 不要这个新建的时候 那必须有些替代的一些发电的形态 那我记得那时候大家讨论最多 一个就是天然气的机组 那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在大潭那边就有等于说 台湾最大的天然气机组的一个新建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时候民间想到就是说 我们很多刚刚说这些 需要蒸汽锅炉的这些工厂 那他说那这时候你只要允许它发电 那过去我们台湾的电都是国营事业 民间是不能发电拿去卖的 他说那你有允许它发电 那甚至它这电 它可以就是卖给台电 那这时候就可以增加很多的这些机组 来解决可能限电的一个危机 所以那时候国家就定了一个气垫共生法 那气垫共生法就规定说 只要这些蒸汽锅炉 那它只要能热效率到达一定 比如说52%以上的时候 这些所发出来余电 国家必须优先跟这些气垫共生买这些电 看起来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政策 就是让那个人员本身是分散在各种不同的 这种所谓的人员的产生的这个过程 那也让民间企业 它本来就有在做这种所谓的气垫共生 必须要这个蒸汽的 这个本来就在做燃烧这些人员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拿来做转卖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政策 而且是双赢多赢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争议 对那我想说其实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在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犯了两个错误 那第一个错误就是说 那所谓的国际界认为的一个气垫共生产 它的能源效率要75% 也就是说我本来是做一个蒸汽锅炉 但是我把这个蒸汽的温度再加更高温一点点 更高压一点点的话 那让它的能源效率达到75%的时候 那我利用这更高温更高压的蒸汽 我用它来发电 那发完电之后 它的温度下降了 压力下降 那就正好是我过去 锅炉所要产生的蒸汽的这些热或者压 这时候再去做它原来的制程 所以这时候就是等于 让它能源效到75% 那但是台湾在电的气垫共生产 它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 它规定能热效率只有52%而已 那这52% 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锅炉来发蒸汽 加上另外一个独立的锅炉来发电 那两个合在一起 效率正好是5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一种 它就是你原来的锅炉 然后你只要加到75% 然后这个其他的东西就可以来做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 而不是在多出来做的吗 对它等于是说 它本来是一个蒸汽锅炉 那可能能源效率是80% 那但是现在有个气垫共生法太好了 那我再建一个类似发电锅炉 专门发电用的 那能源效率是只有33% 那把它加总以后 能源效率正好是51% 那刚刚讲说 因为你要发电的话 能源效率不会 单纯发电量越多的话 能源效率可能只有31%而已 对那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刚刚讲是无条件采购的时候 那这时候这些供儡业者 他就觉得说 那如果我发电的雨电价格 可以很好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可能会以卖电为主 那再加上说我们给它雨电价格 那不分燃料 这是那个能源局说的这些 它是不分燃料的 无论你是用天然气发电 或者是用燃煤发电 你的价格通通都一样 那这价格来讲又很好 它譬如说今年8月的话 这个雨电价格是一度到1块9毛3 但是台电自己燃煤电厂的成本来讲的话 只有一块09而已 那你可以想象 对一个气电工程厂 它本来就要这个设备投资了嘛 所以对设备费来讲 对它来讲 它要的蒸汽 它并没有增加设备嘛 那以燃料来讲的话 它本来就是要这些蒸汽嘛 那所以它顶多是 把过去的蒸汽的这些压力 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点而已 但它居然可以 卖的电一度 可以超过1块9毛钱 所以对它来讲是 就真的 它成本可能只增加几毛钱 它可以卖到1块9毛钱 所以对它来讲 哇这个真的很好赚 前来讲说是不是在 第一个是在燃料的那种选择标准上面 其实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必须用什么样的燃料 什么样的类型 所以业者可能是选择一个 比较低的可能就是蓝莓的方法 对 第二个是说它的利润上面 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这样一来一往 事实上它赚的这个所谓的价差 是很大的 是的 这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在 气垫工程法里面 就是犯了两大错误 犯了两大错误 那如果你来考虑到 譬如说我们说国外来看的话 那因为这个问题 这气垫工程在欧洲是很普遍的 就是说在一个 因为在欧洲那边比较冷 那如果你正好有一个 有一个气垫工程厂的话 所以这个气垫工程厂就提供当地 就是这些热水电的一个中心 所以大家对气垫工程厂感觉是很好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冬天 我们就靠气垫工程厂 感觉有个暖炉 对 暖炉很好很好 那但是这些 因为这些气垫工程厂都是 都很靠近城市 所以那为了污染问题的话 那这些气垫工程厂绝大部分都是用天然气 或者是当地的这些枯枝落叶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农民这些稻草 他就用这些稻草来做这些生殖燃料 所以他大概就解决当地的这些生殖能的污染的问题 那不够的话就用天然气来补足 那这样的话对一般民众来讲 虽然你这个气垫工程厂在我家附近 但是你把我的这些农业废弃物拿去发电发热 那你又其他不够的你就用天然气来补足 对来讲没有污染 所以他们是很欢迎这些气垫工程厂的 那但是台湾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 你引导这个业者去用最便宜的方法发电 然后那在我们的污染管制上 又没有说你不能用燃煤来发电 因为我们国家整个那个环保都是最低要求 那当初环保来讲的话 我们的排放标准就是按照燃煤燃油燃气 不同的标准 对那如果你是燃煤的话 你就按照燃煤标准来要求 那我们国家都有一个叫做 最佳可行控制技术这个规范 那如果全世界燃煤机组 最好就是可以控制到假设20ppm的话 那这我国家也定到20ppm 那他没有想到燃气机组的话 因为里面根本没有流 所以排放出来的流的话 可能都是0.01ppm 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 所以变成能源局一来在政策上 就鼓励他用便宜的燃料发电 那么在环保政策上又不能说 你如果烧煤的话 我可以把标准定成跟燃气一样 他不能这样规定 所以就变成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就变成 就变成造成现在台化的问题 那即使他用比较便宜的燃煤的做法 那从一个叶子的角度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所以我当然是降低 这个成本是一个最好的 然后相对上获利是比较大 可是从一个政府的角度 那即使是燃煤 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订定那个燃煤的标准是什么 对就刚刚讲是说 因为国家的排放标准来看的话 是按照燃料来区分的 那如果你是燃煤的话 现在全世界的技术只能做到这样子 我必须也顶能定到 比如说刚刚说20ppm这样子一个技术 我不能规定它 比如说代曜性零检出 类似像或者燃气来讲 它是可以做到1甚至0.1以下的 但它不能这样子定 那所以这个就产生很大 这边环保单位其实没有能力 去说拍画 你不能烧蓝煤 对 那顶多是在环平阶段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谈了 但是问题是在环平 在20年做环平的时候 大家没有考虑到这么细 所以还是通过了 所以变成在环保局这边其实是 没有能力去让它降低污染的 那当然它今年两个月前 通过一个自治条例 那就按照排放标准里面 定了代曜性零检出 那当然这个标准 其实意思就是不能南眉的意思 对 但这个标准目前环保署还没有核备 所以会不会核备也不知道 对 那所以变成其实环保局 其实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公权力可以做 没有真的它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那有政策工具的其实是经济部 就经济部如果说 它觉得说都市里面的确不能有 蓝煤电汽电工程厂 它可以在短购价格里面 就购定价格就把它订出来了 类似这些规范 那你蓝气多少钱蓝煤多少钱 那你的都会里面 如果有蓝煤的汽电工程厂的话 我就不认为你是合格的气电工程厂 因为这个它可以做这些规范 对 所以政策工具反而是在经济部 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台化当然会觉得非常的诧异 就是以前可以 然后你突然间定了一个标准之后 就不行了 这对他们来讲 那个冲击就很大了不是吗 表面上是 但是刚刚讲说在两个月前 彰化订了这个所谓的 代表性零检出这个东西 其实还没有生效 那环保署也还没有合备 所以这次去 据我所了解就是 彰化环保局去审查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个标准来要求台化要遵守 甚至并没有要求 因为环保局就很早就知道 PM2.5的议题了 所以它在一年前就公告了 一个审查作业准则 那希望说如果你是烧煤的话 含流分要在0.5%以下 那最好你可以改成天然气 但是这个审查作业准则 并没有法制化 比如说没有经过它地方议会通过 只是他们为了改善PM2.5 有这样子一个审查准则 但是他们很清楚 台化不愿意遵守这个准则 他们事先大概就叫不愿意遵守准则 所以后来环保局在审查的时候 也不敢按照这个准则审查 他只愿意按照国家环保署定的法规 比如说排放标准是什么 还有他当初十几年前通过的环评的承诺 按照那个基准来审查 但在审查过程里面发生一个 等于说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在上一次五年之前审查的时候 那时候环保局并不晓得 他们曾经有这些环评的 比如含流分的承诺 0.7 0.8 并不晓得这个承诺 所以在过去的话 发给他的许可的话 含流分都是1.2%的 对 那现在既然看到这个环评的 这东西的时候 所以那环保局这些工人员 他就必须依法来审查 所以他就要求说 那你必须依法 必须符合当初环评 这0.7 0.8%的承诺 摆在你的这个 许可证的一些资料里面 那这时候对环保局来讲的话 因为过去都是1.2%的 含流分去审查的 那所以现在对他来看的话 就变成了异动 其实现在曾医师 到底是展延还是异动 对 是展延还是异动 他觉得你含流分变 你就是异动 所以你就要异动 这些相关的表格 那如果你的排放量会增加的话 甚至还要做一些试车 这些来确定说 你用不同的煤的这些组成 那经过一些计算之后 你的污染排放量 然后蒸汽量是不是 正如你计算所说的 所以要经过这一道程序去做 所以他要求他做异动 对 那台化不愿意 他觉得说过去5年 你就可以发给我这许可了 那我现在也没有改变 我应该是展延才对 所以两个就大概为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甚至昨天进入署长室 也没有达成共识 对 所以我想这些 环比局官员来讲 我想他应该 一定要遵守法令 他不敢不遵守法令 我想这个背后可能是一个更大的 一个政策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争议上面 那但是法规怎么定 或者是说整体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那特别是刚刚有提到说 为什么会开始有气电工程 事实上就是觉得我们 要去降低这个核电的这种所谓的比例 那既然我们的政府也提到 2025年要是一个非核家园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元载爆新闻 总统蔡英文在10月3号召开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决议砍掉劳工七天国定假日 10月5号上午 一粒一休的劳基法修正案 在未还委员会出审通过 当天清晨劳团突击蔡英文住处拦截坐车 抗争者和上百名远警 总统为案僵持不下 后来劳团转往立法院抗议 甚至答应假 让劳工代表 悬调半空中以表达劳工命悬一线的处境 而在得知以利益修劳基法修正案通过后 劳团大感愤怒 工作成员卢启宏指责绿营打着人民旗号 利用劳工社运的正义光环上台 执政后为了利益遭他各方期待 民党党团干事长吴炳瑞则在会后表示 国民党现场脱续演出影响秩序 民进党不得已才选择强行通过 但程序仍符合议事规则 抗议新政府违背选前承诺 强行修改集有法 集有法在这个会期被列为优先法案 摄影团体在10月3号到立法院抗议 担心集有法中保留了禁制区与强制排除 将违害未来人民上街抗议的权利 摄影团体表示 从反破迁反核到工人权益抗争 任何土地环保运动都是因为受到迫害而启动 集有法应该是要保证人民权益 但是现在政府保留禁制区跟强制排除规定 等于剥夺了人民仅有的政治空间 反破迁团体10月7号上午到财政部澄清 提出暂缓执行破迁 建立协商机制以及修法等诉求 靠场团体所代表的破迁案件都正面临拆迁命运 包括板桥大观社区三峡刘家等 有居民认为这是公有土地过去登记管理的疏漏 要求财政部暂缓执行 反破迁连线林彦彤表示 各土地管理机关以循财政部订定的各机关 尽管国有公用被占用不动产处理原则 导致国有土地上的居民无法获得安置 还遭到各土地管理机关的迫迁诉讼 居民不但流离失所 甚至毕生积蓄也化为乌有 财政部国有财产处允诺 各案件确实需了解其历史成因 也会提醒机关在占用处理上更细致分类 会检讨机制并纳入修法 也希望透过内政部社会住宅机制协助安置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课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刚在我们的大原仔的新闻当中 其实有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 那如果看我们的网站你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报导非常多 就是国定假日被砍 然后到底要走的是一例一休还是要走的是两个例假日 那这其实一来一往其实对于劳工本身的这个放假的权益 其实影响是很大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议题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甚至它是涉及到多方的利益 那我会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争议性的议题 国家政府他应该要主动的来把各种不同方案来提出来 然后向人民来说明并且做一些相关的比较 同时也可以让民众来去挑战他的看法 或者是说可以责成像公共电视其他像类似的公共媒体的来做一些相关的辩论跟讨论 让这个资讯呢其实是更透明的 而不是陷入到一种彼此的争议当中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呢 就在谈的是台化厂的无法被展颜的这个气垫共生蓝媒的这个相关的执照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也提到说 这其实是跟国家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是中兴大学的庄秉杰 张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这个题目庄老师你好 对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在提到说这个气垫共生厂 其实是人员政策的一种转变嘛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既然这些工厂本身就有这种所谓的相关的设备 那我们就把这些店拿来做这种所谓的气垫共生的使用 那可是在台湾它事实上因为这个规范上面是不清楚的 或是相对之下比较宽松 所以就造成相关的这种污染的问题 可是在国外有气垫共生厂 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他们有没有类似的争议 对我想他们就 因为气垫共生厂大部分都是在一个都市里面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欧洲的情况 对那他比如说气垫共生厂 他们45%是用天然气的 它燃料 那另外18%的话是用当地的这些生殖能 这些所谓稻草或者枯枝落叶这些来做气垫共生的 那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用燃煤的 那燃煤的话 如果你去看它的一个量来讲 从2005到2013的话 这燃煤的这些气垫共生厂 红色是燃煤的部分 一直在减少 那燃气的部分就相对在增加 那刚刚讲说生殖能部分也在增加 那这些燃煤的部分大概都有些故事 比如说这燃煤的气垫共生厂 大概是德国是最多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 它本身产煤嘛 那波兰也蛮多 因为它本身也产煤嘛 但像这些不产煤的国家 像意大利 它就完全没有用燃煤来做气垫共生厂 因为这些气垫共生厂 因为这些气垫共生厂 都是很靠近人口一个密集的区域 所以想国外的趋势 其实很清楚 就是说只有产煤的 它勉强有一点点用煤来当气垫共生 那没有自产煤的话 其实几乎都没有 那再加上这个天然气 或再生能源量 或者说甚至越来越大 那台湾就因为政策上的错误 所以反而是反淘汰 如果我用燃气做气垫共生厂的话 我就赚不到足够的钱 所以反而是反淘汰 不过像德国 你刚刚提到它的本身产煤 所以它用燃煤的比例也是比较高 那它们没有这方面的争议吗 对 其实它们也有这个争议 尤其是在因应巴黎合约的时候 对 那它们也发现 它们用了不少荷煤去发电 但这些荷煤都是它们传统的这些矿工 现在年纪都是50岁 四五十岁 所以都很老了 所以我记得在去年 它们就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说 这些蓝煤电厂 我政府补助你好几个billion 那请你不要发电 请你不要发电 他们现在规定在20 忘记数字了 等于是在20 我们可以查一下大概2025左右 就希望这些蓝煤电厂不再发电了 但是我政府补贴你这些功能 让你还是有这些收入这样子 对 所以德国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 希望走向非和无煤的方向 无煤几乎已经慢慢成为一个 所谓的世界的趋势 因为它对于所谓的地球的破坏 对于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再有关于这种所谓的减煤 或者是慢慢去向无煤的这种所谓的方向 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或者是说我们政府的政策 有没有办法去回应到目前国际的趋势 对 就是说其实是有的 就是说我们在巴黎协定里面 就是我们承诺在2030年 我们二氧化碳要相对于2005年少20% 另外2050年 这是在国家的温检法已经通过了 我们写在法律里面 要在2050年相对于2005 二氧化碳要少一半 所以这整个国家在二氧化碳上 已经有对国际间宣示 那这时间点其实都蛮快的 那再加上说我们这个 比如中部六线市 那我们因为PM2.0的污染的问题 加上我们这边癌症非常的高 很多是跟南煤里面 这些重金属代曜性有关系 所以我们中部六线市的首长 大概签署一个协定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无煤家园 那这六线市 那这些相关县市来讲 比如台中市 它就定了一个四年 台中电厂要限烧40%的深煤的一个 一个自治条例已经通过了 那我们彰化也提出 在两年后 这些锅炉的 这些发电锅炉的代曜性要零减出 那彰化也有一个 禁烧深煤的一个自治条例 那虽然环保署把它含告无效 云林也有 云林钢手云林含告无效 不过它在发许可的时候 已经少发过去这些蓝煤锅炉 20%的使用量 所以我们刚六线市 至少已经有三个县市 这自治条例已经通过了 那有部分中央核可 有部分还没有核可 所以变成说 其实我们国家来讲的话 是有这个大方向来走 但是现在的问题应该出于 就是说好像 有点株核割据的味道在 那政府说在2030年 我的碳要减少20% 2050年要减一半 它相关配套并没有讲清楚 所以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间点 所以其实如果以彰化 台化这个例子来讲 它其实如果是配合整个国家 的这种所谓的减碳政策 它应该会有一个步骤 应该会有一些退场的机制 或是一些退场的方式 那所以如果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完备的情况的话 也许今天的争议 就不会那么大的不是吗 对就是说 刚刚这是地方制制的一些条例 那我们刚刚就稍微简单看一下 我们刚刚所说的 我们国家要在2030年 减碳20% 那我们稍微试算一下 这时候唯一的可能性是 我们的蓝煤发电机组 未来只能有10%的电力 是透过蓝煤机组来发电 那到2050年减碳要一半的话 这时候所有蓝煤机组都要停掉 甚至再生能源要从现在的一个 2025的20%的量 要增加到444% 才有办法达到我们刚刚说的 因应巴黎协定的这些 我们国家所承诺的 对所以所以我刚刚讲说 那其实我们政府很清楚 2030年我们的碳要减20% 那换算成蓝煤发电的话 只能10%的发电量 是用蓝煤来发电 那目前我们的发电量来讲 目前现状大概有40% 是透过蓝煤来发电的 那也就是说未来 台湾的四个蓝煤电厂 只能留下一座而已 只能留下一座而已 那当然你现在心里想想看 我们现在台湾的蓝煤机组 大部分的气垫工程厂是蓝煤的 然后那刚刚讲过 我们的台中电厂 卖的电厂是蓝煤的 新达也是蓝煤的 那这些效率来讲相对都低 都低 所以未来能够剩下蓝煤机组 可能只会剩下 比如说新林口的超超灵界蓝煤机组 还有新大林的 这些超超灵界蓝煤机组 大概只剩下这两个而已 在2030年 你才有办法符合 我们巴黎协定的要求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国家应该很清楚 跟大家讲说 我们2030年的时候 我们的蓝煤机组 四座只能会剩下一座 那你这些能源效率低的 污染高的 应该就是不存在 他就很清楚讲出来 那当然讲出来之后 既有的气垫工程厂 它是烧煤的 它就会 它就要去调整 它就要去调整了嘛 那现在蓝煤 这些比较没有效率的蓝煤电厂 它就必须去做调整了嘛 甚至国家也要去做 某种的退场的协助 对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 德国为了这些褐煤发电来讲 它编了一笔很大的预算 来请它不要发电 那台湾当然也可以做 类似的措施 或者是说 还有其他很多的配套 比如说刚刚讲 如果你蓝煤少了之后 我们的蓝气机组 或者是再生能源的机组 就要起来 那目前国家是在再生能源的推动上 还算是蛮努力的 可以这样讲 但是对这些蓝气机组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这些架构来讲 其实还不是很清楚 那因为蓝气机组 一个是要有蓝气的电厂 那第二个必须要有这些蓝料 就是天然气的一些供应 那这一部分 我是觉得目前讲的还不够清楚 所以很多像台塑 他们可能也在观望 也在观望这样子 既然我们2025要做非核家园 然后事实上也包括巴黎协定的减碳 所以在有关于气电共生 这种能源的部分 也必须要做某种的限制 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又不要核电 然后你这个蓝煤 又会有一些问题 那台湾的能源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些都停掉了 真的有办法去支应整个台湾用电的需要吗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简单算过 就是按照目前国家的台电公司 在今年6月 它有提出一个电源开发计划 那这个电源开发计划 我们发现说它的发电量 其实是可以支撑 刚刚讲的非核无煤家园 只要电力调度的顺序上做一些改变 就变成说我们未来电力调度上 可能是燃气優先燃煤来发电的话 那就大体上可以合乎 这样子一个规范 因为未来我们在大潭那边 有很多的天然气基础会上来 那当然对民间来讲的话 那它可能还是希望有气电共生厂 这时候国家来讲的话 对这些气电共生 比如说我们知道 据我所了解 比如说镇农职场 在我们厚里是镇农职场 它其实有意愿改烧天然气 但是他去询问的结果 那发现最近的天然气的那个接收站 第一它的这个位置要13公里 所以也就是说镇农如果要改烧天然气 必须配一个管子 13公里长才到它的工厂门口 那这13公里长的话 那对中油公司或者天然气公司来讲 他觉得只有你一家用不划算 所以他也不愿意配这个管 对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卡在说 就是说看起来 减煤或者是无煤这个趋势很清楚 天然气再次能量都要增加 但是有关天然气这边的一些配套 其实并没有起来 对那我们最近大概也跟这些 天然气的一些工程师有稍微讨论过 那譬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在天然气的供应上 也有类似一些所谓的这些 这些电价的一些公式 比如说现在一立方米的天然气 是十块钱 那这时候它大概就算说 它的燃料成本算出来的 那刚刚讲过说 那其实对比如说中油公司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国家能源政策清楚了 要因应这个巴黎协定的话 简单天然气的增加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十块钱 多给一块钱 那这一块钱的话 我们就可以请中油公司 启动所谓的类似新时大建设 把过去很多这些锅炉 藍煤的锅炉 或者是这些工业区 过去没有天然气管配到的地方 我们就有国家力量把它配起来 那很清楚的话这些它就会 就会用这些天然气 那经过比如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分担来讲 终于可能还是会赚回来 但是我觉得国家要很清楚讲这些事情 那譬如说我也知道说 像永安接收站 那解释说它其实有三个 有三个有三个机具 可以把这个天然气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船 能够卸载的机具 但它现在这三十个机具 可能两天只用其中一个而已 那平均每一次卸载大概一天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闲置量 对所以就是如果很清楚的话 那其实中油公司 它就是那我永安的接收站 我可能就可以 因为码头都有了 我只要一些周边 比如这些管线能够大一点点 那未来船进来密集一点点的话 那可能气源就可以充足了 那气源一充足之后 那加上管线的一个重新配置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时间 在三年四年 比如刚刚讲台中电厂 四年线燒40%的升煤 它就可以补充这些缺口 那我觉得这个国家 是要讲清楚这些事情 那如果像现在 有点像诸和歌剧 然后中央不同调的话 就造成很多的乱象 但是国家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就是你刚刚提到 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 现成都已经有 它只要在资源的重新配置 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写数 它恐怕都可以解决 可是为什么现在还是一个 非常混乱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 这可能要关一下新政府 就变成说 就是如果我们讲不好听一点点 其实经济部只有换部长而已 对那 但是没有换思维 但是这些事务官来讲的话 他可能一个部长大概要 把这些中刚董事长是谁 董事长是谁 他处理这些事情 可能都已经处理不完了 所以他并没有很多的思维 去处理刚刚说的 我们四世刚刚说的 这些天然气的价格 我让他调个一层 类似像 他没有时间去思索 这些很多细节的问题 那这些事务官都在等 政务官的决定 那政务官当他的 他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 就变成目前的 像现在碰到这些空窗期 那就造成很多不必要的 这些时间上的延宕 然后 然后抗议纠纷这些 如果只是空窗期 我相信 就是时间的问题嘛 那只要在民间团体先催促 我觉得相对之下 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他不是一个空窗期 而是在整个思考上面 整个人员政策思考上面 还是跟过去一样的话 那个问题才是更严重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我想是大家最担心的啦 比如说 李议元昨天 就是欣赏了王副总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魏县长 然后他们三个就在对谈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很容易 很容易他下了一个结论 可能是跟国家的 能源政策是违背的 那跟我们中部的减煤的 一些方向是违背的 很可能就出现这些 所谓的一些 一些错误的决策 那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 我是觉得目前国家很大的一个危机 就变成我们在国家整个 能源政策 这些政策来讲的话 他整个定定 那当然 立法院通过的必须遵守 但是 但是他如果遵守不来的话 比如刚刚讲说 这些温检的一些 一些小六遵守不来的话 怎么办 那这一部分怎么去做上去 那我觉得说 这个大概是目前 目前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那就是说如果 如果新政府这些政务官 他没有想清楚的话 那他可能做错一个政策的决定之后 比如说我们就让 这些蓝莓的锅炉 比如说 就按照真正環保署所讲的 未来我的浓度 降低要求到20ppm 类似像这样子 或者環保局所定的 现在掉20ppm 但代曜性那一块就不合备了 那这时候技术上还是可以达得 他就继续花了很多钱 装了防制设备 那符合目前環保署的标准 或者彰化的标准 但是代曜性那个就不理他了 他花了很多钱之后 那发现糟糕 2030年之后 我的煤还是要淘汰掉 问题也还在 对 问题也还在 而且滥费投资了 滥费投资了 所以我想这个 这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国家很清楚跟大家讲说 未来蓝媒技术 在2030年 最多只剩下 现在的四分之一 到2050年 理论上都没有了 理论上 那讲清楚之后 我想我们的工程师 那我们这些 这些民众 才知道大家共同的方向 才不会像现在大家都 都很panic 比如说国家目前对PM2.5的减量策略 其实没有不清楚的 对 蓝媒不清楚的 所以地方当然会有很大的压力 希望透过地方自治 要求地方的父母官来 尽烧生煤 它当然是很大的要求 但是它真的就是 比如说两年后 如果按照我们说 彰化通过这些自治条例 两年后代曜性零检出的话 那意思是 彰化未来就是 不会有蓝媒基础了 那国家如果 在两年内 突然少了彰化的 这些电力来讲的话 对电力调度 会是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彰化还好 因为彰化的电力供应 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同样的方案 如果放在云林 或者台中市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一下子 四年内 两年内 要少掉的时候 其实很担心 比如说刚刚 台中市的自治条例 已经通过了 四年要限烧生煤40% 那如果四年到了 那台中电厂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这时候 台中市环保局的许可 比如说它许可到期了 我要不要再发 我的自治条例 环保署都合备了 你居然没有遵守法令 那这时候它就可以撤销许可 一撤销之后 不只是40% 一撤销之后就是零了 那台中电厂整个发电就归零 那归零之后 那你电力就缺电了 对不对 因为依法来讲它要撤销 对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 其实是在一个 蛮紧张的一个时刻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台化的争议当中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也涉及到员工的这个权益 甚至它背后是一个中央跟地方 在整个政策上面一个非常 甚至不同调一种混乱的状况 然后我觉得发展出在政治上面 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大家就来瞧 可是在瞧的过程当中 民间的意见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意见 它事实上也不在这个纳入到决策的过程 而这其实在整个 不管是在于环境政策法规 或者是在我们的生计上面 甚至整个国家政策 都出现一种非常混乱的情况 我想政府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你要想清楚 然后你要讲清楚 不在想清楚之前 应该要广纳各个不同的意见 然后做更广泛的评估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解决之道 那非常谢谢庄明杰 庄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做相关的指教 谢谢 谢谢关老师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哈哈哈 天空的眼泪 洗过了时间 愛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自谋 万千层 继续带去梦想